今天这个青香木已经泛养了很长的时间 由于之前的小枝没有做一个初步的定型 现在想要做一个往下走的下飘 现在已经有两公分多 要做这个飘枝的话就只有破杆拿弯了 曾经180度的角度从向上涨的把它拉了向下飘 我做了两个位置的破杆 因为在它这边不但要向下走而且还要向外飘出 破杆完以后还是需要用电弓胶布把它藏起来 防止过多的蒸发 不单单是因为云南人要推广我们云南的树走 是因为青香木确实是在它的碳化部分和它的树皮部分是非常的漂亮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鲁 我们明天再见 这个青香木呢长势不是太好 一般长势不好大部分原因都在土里 不是土不够绿水呢就是土太瘦 不会给它一来就换土 因为叶子太多我怕它根吸收到伤害 以后它承担不了那么多的营养提供 所以说我会剪掉大部分的枝叶做一个初步的造型 等伤口愈合了差不多呢我才会进行换土 我个人认为盆景不是越大的越好 像我呢就喜欢这种中型盆景一个人搬着动 可以自己一个人就进行换土换盆 比较方便一些 在浇水管理方面也会变得稍微可以粗范一点 当然每个人喜欢的类型和大小不一样 我觉得玩盆景最重要的还是在玩一种心情和一种态度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香炉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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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